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MV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吕玉郎》的演艺人生 《吕玉郎》在1959年8月跟随广东粤剧团应《金日成》的邀请 由吕玉郎、马思增、红线女、林小群、靓少佳等演员 组成了一个组团 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庆祝活动 他们先去到平阳、咸兴、兴南、袁山、开城、新二洲等地演出 历时是四十四天这么久 在这段期间,金日成和崔荣健等领导人曾上台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然后时间到1960年4月6日 吕玉郎跟随广东粤剧团去到河南郑州演出 在6月底至7月12日 又跟随广东粤剧团去到上海公演 然后在61年2月9日至3月28日 吕玉郎也跟随广东粤剧团去到越南民主共和国 就访问演出了四十五天这么多 演出完结之后 也是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胡志明接见的 在越南期间 演出团就参观了越南朝剧 传统剧目《神水平》的演出 回国之后 吕玉郎就翻译了这一套剧目 并且自导自演了这套剧目 然后时间就到1963年了 在1963年 吕玉郎就带领着广东粤剧团 第三团回到河南郑州的沙平演出 啊 他和郑也在上 他和郑二文呢 这被观众加演出了剧目 《碧陶錦柄》 其后在1965年呢 呂玉郎就参加了中南地区戏剧观摩会演 她在现代乐剧《阿霞》这一套剧里面 就饰演四大把 就以主唱主要唱段《血浅蓝湖》 就受到大会的表扬 其后时间到了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 呂玉郎就因为曾经主演过剧目《卖烟枝》 这套剧被指为贩卖色情 就因此受到审查 審查之后 呂玉郎就被下放到应得茶厂 就进行这个改造 就负责种地的工作 于是这就在那里做了四年 一直到1971年才回去 回到她的乡下学生那里演出 在曬谷一场里面 当时呂玉郎就为乡亲们清唱了一曲《沙家邦》 时间到了1975年年底 呂玉郎在1975年年底 就因为病重 就女医无效 就小小 当时呂玉郎就只是年近五十八岁 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也算是 接着就介绍一下呂玉郎的一些个人的资料 呂玉郎曾经正式拜过两个人做师傅 这两个人就是黄中黄和泄国仙 这两个人都是正式行拜师礼拜他为师的 呂玉郎自幼面型饱满 那个肤色就是偏黄 她的祖母就是祖母 就弃清她 就帮她拿了个花名叫做黄泡镜 后来弃行里面的人知道她这样的称呼之后 那些后辈子都称呼她做镜哥的 呂玉郎就有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长子就是呂红港 那另外有个侠子就是呂颜星 那两个都是粤剧的演员 那呂玉郎就有两个弟子 就主要有关国华和陈晓明 呂玉郎的主要代表作 就有华丹庭 就有华丹庭 拜月记 玉簪记 红色的种子 龙马精神 平归别妖 华丹庭 华丹庭 和神水瓶等等 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呂玉郎的艺术特色 呂玉郎受到薛角仙的艺术影响很深 在他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之中 不断探索、钻研、努力创新 表现上就形成了潇洒剔堂 情志细利、畅肯圆润 吐治清新和情龙蕴厚的艺术风格 他创造了自己的一派 就叫做镜康 他镜康的特色 就是讲究兔子清新玲珑 念白和声韵有节奏 唱曲时就不会因康盖字或者误字 他采用文字取康的唱法 不论康的长短 都基本上跟着一个字 同一个韵母所衍生的余音来拖康 这个促使到他的字音相当清楚和准确 他的康口也拖得很舒展和顺畅 而且跌倒置疑 那鲁玉郎就善于跟着他曲弛的内容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 然后结合他自己的演唱风格来设计出不同的唱刊 这个也是鲁玉郎的表演艺术的特色 比如说在某单亭里面 《鲁玉郎》的一段长距异黄 就可以视作为他唱刊的代表作 这个唱刊的据数审言不多 但行刊相当流畅和干净 是有很浓厚的抒情色彩 能够真切唱出了某梦梅 这个角色渴望自由恋爱的情感 鲁玉郎虽然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那个时间就不长 因为他很小就绝了学 但是由于他勤学苦练 虚心向人请教 后来他也是相当博学多才的 《鲁玉郎》主演过《某单亭》 《拜月记》和《玉璋记》等等 这些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剧目 也都很成功地索造了 《某梦梅》、《蔣世龙》和《潘必正》等等 这些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 他的演唱艺术对于粤剧的后会 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某梁玉郎》和《泰国先》都同时 演出过《胡不归》 以及扮演过《文平生》这个角色 《某梁玉郎》和《鲁玉郎》和《鲁玉郎》和《文平生》 《某梁玉郎》和《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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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郎》 《一群庁玉郎》和《鲁玉郎》和《鲁玉郎》专场演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女肉狼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L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却明灵的演藝人生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继续收看,拜拜